这个优秀喜剧演员可真是深情 女相恋了十多年的妻子结婚 不知道大家在暑假期间 有没有去看过一部叫做西红柿首富的喜剧电影 在电影中沈腾的表现让人是捧腹大笑 整个电影院中都充斥着欢乐的笑声 本次的沈腾是以演员的身份来参与这部电影的拍摄 他用处于他自己的审视幽默来将整部电影充实起来 观众感受到的依然是一直以来沈腾的喜剧表现力 沈腾是个很厉害的喜剧角色 他曾经是以化剧演员的身份出现在观众的视线里 而人生似乎就会对优秀的人指出一道门路 沈腾的一个决定让他如今成为众所周知的明星 那就是去做喜剧 要知道做喜剧是非常难的 要把观众逗笑的同时去传递自己要表达的正面内容 这比一些的情感电影或者话剧来的难得多 虽然沈腾的演技是毋庸置疑和喜剧演员的高水平 但是一路走来沈腾也承受了不少当今的喜剧演员的压力 初次认识沈腾是来自于央视春晚的一档小品 在其中我们认识了这个叫做沈腾的优秀青年喜剧演员 那时候的他看起来还有点稚嫩的模样 演起小品来是欢托的 充满青春力量的 能够将喜剧这两个字贯彻到他的表演里头 是个很难得的人才 沈腾扮演的喜剧角色通常都是无厘头的 看起来似乎不太正经 这让人难免会对沈腾的日常生活产生一些质疑 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是不是也这样没有章法 是否这些角色对于他来说是本色出演呢 当然不是 沈腾在平常的工作生活中是个非常严格且谨慎的人 他专注于喜剧事业的制作 在构建团队的时候 他一丝不苟地教导大家去发挥各自的特色 喜剧要能够被人们记住 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演员能不能够将自己独特的一面 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不单单在工作中 在感情生活中沈腾是个出乎意料深情的男人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中意的对象 就是与他相恋了十多年的妻子 他感激妻子一直在身边守候 曾经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也能够看出妻子的家人很是喜欢沈腾这个女婿 毕竟沈腾是个成熟本重的男人 他懂得担当于保护 这样就能够照顾妻子陪伴妻子 给予女方的娘家人很大的宽慰 如今的他事业是越来越好了 期待这个深情而搞笑的男人梦 带来更多的惊喜